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2月15号,真月15 我们心里知道致力于弘扬中国人的雅致生活 那今天自然是要诵读欧阳修的《深渣子》圆熙 去年圆夜时,花是灯如皱 圆上柳梢头,人曰恍恒后 今年圆月时,月雨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诗,春山秀 这首《深渣子》虽然还是五颜,但它不是绝句 《深渣子》是一个词派名 它还有称为《向河柳梅西渡》 原先是唐朝的教法名,后来用作词调 我们说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中具有独特地位的一位 三苏等人都是他的学生 他的文学成就和政治成就都非常高 这首词《写约会》一般被认为是仅佑三年 怀念他第二任妻子杨氏所作 这一年,与欧阳修交往颇深的范仲淹 在他所主导的改革中出动了既得利益者 受到了打击,被贬饶舟 而欧阳修作为范仲淹的一派也受到牵连 被贬宜林做县令,这是个很小的官 这一年,欧阳修虚岁三十 丧妻,贬官,打击不可谓不当 从这首词来看,上篇写的是去年远夜的事情 头两句写元宵之夜,繁华热闹 为下面情人的出场,渲染了一片柔和的氛围 后两句情景交融 写出了恋人在月光流影下两情一一情话绵绵的场景 制造出了门龙的清幽,婉约的柔美 去年正月十五元宵节 花式灯光像白天一样雪亮 月儿升起在柳树的烧头 他约我黄昏以后,同序中长 下一篇写今年元宵夜的相思之苦 月与灯依旧,但不见去年的人 相应对照 引出了泪诗春山秀 这一旧情难续的沉重哀伤 表达了作者对昔日恋人的一往情深 今年正月十五元宵节 月光与灯光同去年是一样的 但是再也见不到去年的情人 雷珠尔不禁湿透了衣裳 这首词聊聊四十个字 用去年元宵和今年元宵 两幅元宵的图景 展现了相同节日里不同的情思 仿佛电影中的门太奇效果 将不同的场景贯穿起来 写了一位与子悲弃的爱情故事 全词在字句上讲究云称一致 有意的错落穿插 用它的上却写过去 用它的下却写现在 分别提供不同的意向 造成强烈的对比 去年元宵与今年元宵与今年元宵 花式灯如咒与月宇灯依旧 两两相对 把元宵灯做了强调 而人约黄昏后 与不见去年人 则是交叉的相对 突出了人字 却传递了人的无 去留的天差地别 以感情上的从欢愉而转入忧伤 大起大落 表达了主人公此刻心情的变化 但恰恰这个时候 其实他也是遭贬事的 所以这首词通过作者 对今夕往事的对比 出发了物是人非的感情 既写出了一人的美丽 与当日相恋的温馨甜蜜 又写出了今天一人不见的 惆怅与忧伤 整个词以独特的艺术构思 运用今夕对比 辅今追夕的手法 巧妙地书写了物是人非 不堪秃手的感觉 语言平淡 意味涓永 有效地表达了词人所表达的 爱情上的伤感和痛苦的体验 甚至让欧阳修在人生的低谷 写下这首词 但是四年以后 他重新走上人生的高峰 并且陆续收 王安石 曾拱 苏氏 这些人 当然这些人就开启了 宋朝古门运动的 当然此后欧阳修的人生 依然是起起伏伏 甚至于还有低谷 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中国文坛 中国改革史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天恰是正月十五 恰是一个团圆的日子 我们无论是身处海外 还是身处宗土 都不必在意一时的起伏或者失落 相信自己坚持做最好的自己 欣喜之道祝福您和您的家人 团圆美满 谢谢 再见 谢谢